我很羨慕,我很羨慕,我很羨慕。 在重庆史迪威博物馆内,年于七旬的罗宾奥尔尼在一张照片中发现了八十多年前他的父亲,美国飞虎队老兵理查德·奥尔尼的身影。 他上前亲吻了这张照片。 11月1日至2日,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·格林,美国飞虎队老兵哈里·莫耶·梅尔文·麦克马伦一行访问重庆,并到重庆史迪威博物馆参观。 步入重庆史迪威博物馆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史迪威将近雕像,写有《铭记共同抗战岁月》传承中美人民友谊的花篮摆放在雕像旁边。 103岁的哈里·莫耶·一行人来到雕像旁,98岁的梅尔文·麦克马伦向雕像尽了个礼,杰弗里·格林走上前,整理了花篮上的缎带。 重庆史迪威博物馆是中国唯一以外国军人名字命名的博物馆。 在博物馆内的历史的见证,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云华空军图片实物展览单元,展示了飞虎队员曾经使用过的服装眼镜等物品,以及军机被击落后,中国军民如何营救飞虎队员的往事。 陈纳德将军外孙女嘉兰慧参观了展览后告诉记者,她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间一代代传承下去。 近年来,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通过创立飞虎队游艺学校,组织飞虎队老兵及其家属到访中国等活动,传承两国先辈的合作精神。 为两国民间交流合作贡献力量。 格林告诉记者,明年他们将带百余名美国学生前往中国,让他们了解飞虎队的历史。 大多数美国人不知谁的飞虎队员是,但每个人在中国知道谁,所以这是一个很高兴。 这应该是20年代,20年代,40年代,现在已经成功了。 而且,我认为明年年期末将会有10000000的学生专业在各国党的学生参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